那第六个新闻呢 事实上是跟这个电动车有关的 那我们最近看到 特斯拉以前的这个技术长 出来开了一家公司Lucy 这个大概是今年 从去年到现在第八家 在美国呢 透过SPAC借壳上市的这个公司 那这个他最在22号的时候 他透过了一家这个空白支票公司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SPAC借壳上市 那这有什么值得提呢 因为这是今年的最大的 借壳上市的公司 他的这个预计的这个 这个股权价值啊 高达这个240亿美元 那么呢他这个公司呢 我们来看是由特斯拉工程的主管 罗林森所领军的 他在2013年加入 这个 他离开就担任这个 Lucy这家公司的这个技术长 那后来变成执行长 那这家公司呢 也得到沙烏地阿拉伯主权基金的 这个注资 这家公司呢 其实我有follow 在前两年的财务状况 相当不理想 但最近的电动车啊 就是鸡犬升天 每一个都非常的好 那么呢 所以呢 我的这个观察呢 就是说电动车是大幅成长 但是在可见的未来 特斯拉还是没有强劲的对手 如果有什么对手的话 主要是在中国大陆 那这个电动车的这公司 另外各位可以注意的 他都是用这种 借壳上市SPAC特殊目的公司 借壳上市 我给ี้ 乱们 看到这里 不断 百里亚 Dog 我们来源